小和花花 笑不了 花花 笑得到 笑笑 笑笑 是哪一個 這25年來我和香港一起成長 由一個小朋友做到一個工程師 我希望香港以後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基建 用我自己的經驗 去建造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我叫羅佳偉 我今年25歲 我是中國建築的一個建築工程師 現在在江峻澳的海水花灘廠工作 我主要的工作是監理的 在工地上檢查這個項目的進度 在這個設計部跟施工部門中間 普通把工程按時地做好 我是比香港回歸早兩天出生的 他們會有很多給我的回憶 就是告訴我當年怎麼怎麼等 我自己感受的 他們其實最大的就是開心 就是脫離了英政府殖民統治了 然後回到自己的祖國了 我自己也喜歡內地 我去過張家界、大理、西藏、中國大地 很多地方都參觀過 每一個地方的文化或者傳統都不一樣 這種感覺很特別 我那時候在想 那我當一個什麼好呢 然後有機會有一次回到北京的時候 參觀了故宮 發現當一個土木工程師好像還不錯 因為以後所有人都能到你蓋裡的地方去參觀 去了解 所以2016年進的這個香港城市大學的土木工程系 我是2020年7月開始工作 工程師的工作跟一開始想像的不一樣 是想像的是可能穿著西裝 很專業的人是分光亮麗嘛 然後自己工作的時候 每天穿著安全鞋 戴著個安全帽在工地裡 下大雨的時候也要工作 然後很熱的時候也要工作 土木工程師最特別的一個點就是工作環境吧 比較惡劣 水啊泥啊什麼的都比較多 我曾經帶過的項目分別是機場的天際走廊 還有元朗的社區隔離設施 我是三月去的房產醫院 那時候是香港的疫情很嚴重 我需要去幫助感染的香港居民去隔離 我的工作主要是隔離設施 從那個內地運來香港的時候 它需要多少人去放置這個東西 放在哪裡 預留通道檢查它的防水 最大的困難就是 車來的速度很快 每天晚上可能來三百多里 沒有想過它來的速度這麼快 一開始就車停下來了 需要我們立馬解決 然後重新協調一下 就是把所有人力調到那邊 連著轉說了 每天晚上我總能看到家圍了 八清早了又能最早 第一時間衝到工地現場了 他們這一代回歸寶寶了 整個家庭條件都是不錯的 能在關鍵時候頂著上難能可貴 以前就是很傳說 這個中國基建的速度 其他國家超越不了的 在香港就第一次可以真真確確地感受到這個速度 開始工作的時候它是這樣 下班的時候已經變了 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自己的水資源 都是靠著這個龍江水啊 雨水的水庫 海水化彈的意義 最大的意義就是 可以支持香港要開始有自己的那個水資源 我規劃的時候就需要思考一下 怎麼可以把那個機器放進去的時候 也不要影響它整體那個結構 有兩棟大樓的結構 是我負責的 這個項目思考的或者設計的東西都是很多 我們會在一個基礎的混凝土上面 再做一層就是比較光滑的平面嘛 就是這個海水化彈的技術 就是它會有兩條大型的抽水管 還有一條大型的那個排水管 它會把這個海水抽進去 開始第一步進化沉澱 用溺滲透的技術把海水一步步變淡 一期項目建廠投產後 每天可以製造13.5萬噸飲用水 滿足香港5%的市民用水量 我覺得這份工作對我最大的意義就是 我做的項目它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真正能幫到這個社會的那種感覺 今天整個洋蔥炒雞蛋 我平時的業餘愛好是做飯 我比較喜歡中菜 跟內地同事聊到美食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想念 包括在這些項目中 和很多內地同事朋友都有更多的交流 他們也帶來一些 這些內地的先進技術 這25年來香港有很多民生工程 這些基礎建設都一直在改善著 香港居民的生活質素 我相信隨著社會發展 香港的發展 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基礎建設 令到大家的生活改善得越來越好 大家對香港人的身份越來越自好 我相信你也會更多的基礎建設 我相信你並不肯定 你也會更多的基礎建設